瘋狂 不受控 下飆 鄭英森 與我個人的言論無關謝謝 女力報導跟芳心大談姐弟戀的劉書宏 成本無數 唯一不過他更有名的身分是 YouTuber隱身的男人 兩年穩定交往中 自己以往給女生的 真是最厲害的是哪一張 之前都是遠距離耶 可能我們結婚 結婚在一起一中年 不要懷疑我 我真的拿出來 我配我兩個都寫人 別鬧 在一起一中年的時候 我就是飛去日本 然後去他的語言學校 就他一下課 門打開就看到我 最主要 還是要錢 對啊 你上禮拜才幫 蜜辦慶神嗎 慶神 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因為這個經紀人在旁邊 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今年是他 自己要求 我跟你講我這個生日 然後我要吃這個 我生日 我要這個禮物 雙主模式是怎麼樣 因為他感覺是一個很 很瘋狂 不受控的女生 太誠懇了 瘋狂 不受控 下飆 正隱身 那個跟他的名字 是發上等號 難怪你會喜歡我 他有想要 找我 然後我們開一個頻道 一開會就吵得好兇 為了要避免我們有更大的磨殺跟裂痕 就不拍了 就是因為他其實很大女人 我很大男人 可是我跟他的個性太多 很多地方很相似 所以很常會因為工作的事情而吵架 那時候你們吵架的時候 是不是你現在低頭還是 要看 對 不是喔 近期是我先低頭 各位男性 你們是不是覺得 一開始就覺得 這個女生很可愛 所以有一個相處的情況就覺得 欸他這個不是可愛 是任性 是不是有這樣的想法 是的話請點頭 對 有開始討論 就是要往下一階段上提 你說一些後事 想要說如果我正要結婚 我覺得要存到一筆錢 我才有那個安全感 所以你現在還是在發嗎 當然 討話 想鬧